在现代交通飞速发展的今天 高铁和飞机以其高效快捷成为人们出行的首选 然而有一种交通工具 虽然已经渐渐淡出了主流视野 却始终在人们心中占据着独特的位置 那就是绿皮普通火车 绿皮火车的优势是多方面的 首先它的票价相对于经济实惠 对于很多经济条件并不宽裕的旅客来说 绿皮普通火车是他们出行的经济之选 在一些偏远地区或者是短途线路上 绿皮火车的存在 让人们能够以较低的成本实现空间的转移 其次绿皮火车的线路覆盖广泛 它可以深入到许多高铁尚未触及到的角落 为那些偏远地区的居民提供了与外界联系的重要通道 无论是深山里的小村落或者是边境线上的小镇 绿皮火车都能将它们与外界相连 再者绿皮普通火车的车厢空间较为宽敞 与高铁和飞机相对局促的空间相比 绿皮火车的车厢能够让乘客有更多的活动空间 行李的存放也是会更加的方便 然而乘坐绿皮火车的奔波吐充也充满了辛苦心酸 在后车室里常常是人头攒动 吵打的声音充斥着整个空间 人们拖着沉重的行李 在人群中艰难地寻找着自己的后车位置 尤其是在节假日等出行的高峰期 后车室更是拥挤不堪 连个落脚的地方都很难找到 当终于登上火车狭窄的过道里也是挤满了人 找到自己的座位后才发现座位的舒适度有限 长时间的乘坐会让人感到腰三背腾 火车行驶过程当中 车厢内的环境也并不是总是尽如意 夏天闷热的空气明白在车厢中 冬天还有寒冷的空气也会从一些缝隙中钻进来 而且绿皮火车的速度相对较慢 长途旅行往往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 在这漫长的旅途当中乘客们不仅要忍受身体上的不失 还要应对心理上的疲惫和无聊 尽管如此 绿皮火车在今天却有着独特的情怀意义 对于许多人来说 绿皮普通火车承载着他们的青春记忆 在那个交通还不发达的年代 绿皮火车是人们远行的主要方式 年轻人背着行囊踏上绿皮的普通火车去远方追求自己的梦想 在火车上他们揭示了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 分享着彼此的故事和梦想 那些在绿皮火车上度过的时光成为了他们人生中一段难忘的经历 对于一些老年人来说 绿皮火车更是他们回忆过去的纽带 他们曾经在绿皮火车上经历了人生的起起落落 火车的轰鸣声与车轮与铁轨的撞击声成为了他们记忆中最熟悉的声音 如今随着时代的发展 绿皮火车虽然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 但它所代表的那种情怀却永远不会消失 它是一个时代的象征 见证了中国交通事业的发展和变迁 在一些旅游线路上绿皮火车被重新启用 成为了一种特色的旅游体验方式 不仅让人们回忆起过去的时光 也让人们更加珍惜现在的生活 让我们永远记住这一段重要的记忆吧